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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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提起瞬间转移的魔术 就是一些能量的魔术 而希望大家会想起我 《音乐》 能够一分钟辨出七次瞬间转移记录 全球只有他一个 他是魔术师 又是警察 还做过机场特警 他叫李行齐 《音乐》 小齐四年前开始 用瞬间转移魔术 不断变酒女助手 創造《见历史》世界纪录 當初是做一分钟五组 一分钟六组 在北京 最后在意大利做了一分钟七组 给外国魔术师看 其实外国魔术师做到的东西 中国人也可以做得到 甚至做得更加好 三十七岁的他 一次又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奪得有魔术界奥斯卡 之称的梅林奖 Dale Copperfield Chris Angel 甚至刘谦 一些出名成功的魔术师 都有拿过这个奖项 小齐又不像魔术傻家 两年前还拿了十大杰青 杰青轮选选的过程中 我跟评委说 我希望将来会在香港 成立一间学校 你选真的有机会了 全球有四万个魔术师 members的国际魔术家协会 还批准小齐 可以在香港开第一间 美国境外的分校 我相信全世界真是第一间 他是 各种魔术家协会 给我们这个权利 颁发这个证书 相信是第一间 令到他们不单止是 懂得一个魔术 而是懂得如何 将一个魔术去演绎 到临利尽知 还说 在香港学魔术 多数都是自学 外国的魔术校 相信规模 跟香港 或者会大一点 但是系统方面 他们是很成熟 以及已经是一个 比较悠久的历史 做得魔术学院 榮譽主席的小齐 我们当然要试试他 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 公司和我做一个 直播的挑战 即将来做的一件 我是未做过 是全新的魔术度 我是未做过 我未拆开过 可以说是 香港第一次表现的 大型的魔术度 不允许有破绽的小齐重画 记住带齐相机 看看能否找到 魔术的秘密 5月29日晚 我小齐 挑战自己 挑战魔术360度 没有死角 没有破绽 让你任意 到时见